-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囉,你們成就好嗎?我是墨鏡哥,看完片段直播,講我的幼哥圈,歡迎收看今天的 台灣政策法 這次墨鏡哥在裴洛西來台,美國第十號人物來到台灣的時候,開了那場直播當中,我應該在直播當中講吧 就現在打得很火熱,裴洛西來台灣,鬧得很大,但不要忘記了接下來,美國還有一個更重量級的法案,準備推出 當時就講到台灣政策法,那台灣政策法比裴洛西來台,它是更有實質性的影響 而且對台灣的影響,對中共的影響更為巨大 當時美國裴洛西來台灣,就造成中共的跳腳在我們台灣周邊軍演,炸魚 那如果接下來台灣政策法真的在參眾院都通過,美國總統也簽署啦 那我想,可能台灣海峽的魚,巴士海峽的魚,宮古海峽附近的魚,通通都要給中共炸光了 這真的是很大的一個事件 因為現在在政策上最火的話,也絕對就是台灣政策法了 那這個台灣政策法到底是什麼呢? 簡單一句話去形容就是,美國要跟台灣變得更麻結點 但同時他們又要在意愛吃醋的中共會跳腳 所以呢,其實台灣政策法是一個很酷的東西 在看來那麼多國內外的資料之後呢 這個台灣政策法如果真的給它通過,那台灣跟美的關係真是會拉近很大一步 嗯,對於跟中共的關係,那也會倒退好大一步 還不懂得你,現在摸幾個就帶你簡單了解幾個重要的項目 要講台灣政策法,那我們得先提到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在1979年美國跟台灣斷交之後,並轉而跟中國建交之後呢? 對台灣來說,那可是晴天批靡 不過美國國會裡面的許多議員認為應該繼續和我們台灣保持一個友好的關係 但不可以用官方的方式 除了藉由當時的總統卡特簽署同意才也有了台灣關係法的出現 那台灣關係法可以說是台灣政策法的前身 因為就是這個台灣關係法,讓我們跟美國保有一個曖昧又模糊的幾十年的關係 我隨便舉台灣關係法裡面的三個法條重點出來 第一個就是外交關係 那雖然說彼此缺乏外交關係會承認 但其實並不一樣美國相關法律條約對台灣的通用 再來就是第二有軍事規定 美國可以給予台灣一定量的防禦性武器 讓台灣維持足夠能力可以抵抗威脅入侵 那這個威脅指誰?相信大家都很明白啦 再來就是第三個兩岸關係 在這個條約上面 任何以非和平方式要影響或控制台灣未來的作文 美國會嚴肅的關切這件事情 講得非常的曖昧 沒有說一定會介入 沒有說一定會來參戰 就是非常嚴肅的關切這件事情 就這樣 那原本在2000年的時候 有聲音提到如果中國要打台灣的話 依循著現在的台灣關係法是不夠明確的 雖然他們提出了另外一個叫做台灣安全加強法 是要用堅定立場告訴中國 不要亂來喔 但當時總統克里頓擔心這樣會造成更激烈的衝突 所以並沒有讓這個法案給通過 延續至今 談到俄羅斯愚客的情況 勢必會很快的聯想到中國與我們台灣 以及我們跟中國主權在議題上面也是吵了很久很久 那美國為了確保台灣的安全 以及對於整個西太平洋的和諧 所以就衍生出了台灣政策法 而台灣政策法就是介於台灣關係法的延伸並強化 就在這個月的15號 民眾黨與共和黨一共22個參議院主持的外委會 經過了兩小時的討論 以17票同意 5票反對 通過了台灣政策法 加加的外交軍事等相關方面的合作 參議院外委會主席麥特斯與共和黨參議員 葛蘭姆正是這個法案的提案人 外委會主席麥特斯說道 我們得明白現在在面臨的情況 做出改變 但是不是要與北線關係變得更緊張 共和黨議員理事則是說 如果你要確保台灣能夠反抗 那就得要行動 否則將會對美國帶來災難 他們兩個認為 這個台灣政策法就是在台灣關係法後 以此全面的整理了美國對台灣政策的一個重要法案 那通過之後 接下來呢 就是在本屆國會1月期滿前 結果參眾兩院全體審議通過 接著由美國總統簽署之後 才算是正式生效 所以即便現在法案寫得很好的有要聽 但到時候會不會簽 好說 好說 接下來講台灣政策法 最不得了的幾個地方 他的法案內容 其實就是將近年討論到的這些提案內容 重新放進來討論 內容五花八門啦 接下來整理幾個重點就好 第一個 就是升級為台灣代表處 在美國的駐美國 台北競技五花代表處 這個名字聽起來就 反正的實質意義就是類似大使館 將會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這個意義在哪 就是台灣在美國設置的駐外代表處 更加類似大使館的概念 負責業務就是大使館的業務 不過不能夠叫大使館 因為他是沒有建交的 如果真的變成大使館 可能就是中共在開戰的開始 那你常常在電視裡聽到 蕭美琴就是在這裡當他代表 然後這個駐美台北競技五花代表處 設立於華盛特區 基本上跟美國的定義工廠 都是在這裡開啟 而且美國想要把駐美台北競技五花代表處 改為台灣代表處 哇 你可惜 這直接以國家致命 沒有台北 不是中華 直接台灣 再來第二個 任命流程正式化 剛剛講到的是 台灣在美國的代表處 更名更正式 接下來這個 是美國對台灣也更正式 在房間中也提到了 美國在台協會的台北辦事處 處長任命來比照 美國駐外大使的 提名程序 Oh my god 一切都變得更加的官方 變得更加的正式 變得更加 國與國的感覺 而且這個任命的程序 還要經過參議院的同意 那還可以將這個職程改為是 代表 這個連意來說 就是兩方有建交的情況下才出現的 那台灣跟美國 是沒建交 卻要走這樣的流程 是不是說 台灣跟美國其實優雅程度 超過所有的想像呢 再來第三點 台灣會變成 主要非北約盟國的 主要非北約盟國 這部官新聞常聽到的 北約盟國 在該法案當中 台灣也會被美國賦予 主要非北約盟國 那這個主要非北約盟國 就只算說你這個國家 不是北約盟國的一語言 但美國會 承諾 給予各種 軍事及金融的援助 烏克蘭也是其中一個主要非北約盟國 哇 你看看現在美國 都要看軍事援助 有多少 給予各種火炮 還有後勤補給的資源 還有技術的資源 還有戰場的分析等等的一大堆 如果台灣也被列進來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 那也會被這個法條實在是太嚴重了 所以呢 其實後面還做的修改 我們等等再講 在第四點就是 軍事援助 讓中共非常不能夠忍受的 還有這一項 這個法案說到 那未來四年裡面呢 會提供台灣 45億美元的軍事融資資金 結果呢 給它統統買起來 而且還提到了 會授權給我們台灣 比較具有威嚇性 嚇阻性的武器 因為之前的台灣關係法當中啊 在軍手裡面 比較多的項目都是防禦性武器 所以這算是一個圖貨 那這個法案還提到了 美國跟台灣雙方建立全面型的訓練計畫 這當中包含了 軍演啊 冰隊啊 熟悉彼此的軍隊啊 還可以增加台灣的防禦能力 講到這邊 我都要失了 那這表示美國很認真的想幫我們 以及守護我們的家園 但是還得要我們自己努力才行 唉 講到這邊 我得先嘴炮一下 之前 那個中國無人機 不是飛到我們台灣的離島嗎? 我們國軍 第一次還在那邊 丟石頭 後面才開槍把他射下來 拖了一個多月左右 我們台灣才終於拿出 比較像樣的東西 嚇阻無人機的入侵 喔我的天啊 看到這邊我都覺得 我們的國軍真的能夠信任嗎? 無人機都已經飛到我們的領土上面 飛到我們的頭上 勘察我們的各種情質 勘察我們的地形 甚至連建築物裡面 在幹什麼都拍得到 我們還丟石頭 無人機干擾像在我們玩模型 在玩空拍機的這個領域 早就 這個東西早就已經出來了好幾年了 我們 後面部署過去 又花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時間 我真的很懷疑我們在第一時間 這個衝突發生的時候 或者是敵方突襲我們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這個應變能力嗎? 講到這邊我真的 挺失望的 感覺真的能夠一戰的指證空軍啊 然後講完就這個法案的相關內容 然後第五就更囂張了 就是講到對中國的制裁 如果中國政府在繼續噁心我們台灣 像是大型軍演啊 或叫人家跟我們斷交等等的 這些惡意行徑 那美國可以制裁中共相關的高層 而且在高廠當中還包含了最高高高層 習近平 在制裁手段來像是凍結他的資產啊 禁止他入境等等的啊 這就是很標準的 殺傷力不大 但是侮辱性十足的一招 好第六加強台美交流 在這個法案當中呼籲台美簽訂雙邊貿易協定 並且將台灣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競技架構當中 當他協助台灣可以參與更多的國際組織 而且還要求國務卿簡敵一個台灣學人計畫 將美國政府任意要送到台灣 進入台灣政府實習 最多兩年的時間 這個中共也要炸裂了 他們最不想的就是台灣跟美國有官方性質的來往 就現在這個法案如果通過的話呢 可能美國可以直接派政府相關人員來台灣的政府實習 直接官方跟官方搞到最高點 而且呢 剛剛上面講到那個軍武計畫 跟軍武相關的 搞不好 美國到時候直接大啦啦的 軍方人員軍方的高層直接在台灣 被怕的可能像是指揮我們演習啊 或者是跟我們台灣軍方的高層 再來開會等等 這畫面如果曝光出去 中共又要炸裂波了 可能連太平洋的魚啊都給他炸死一堆 那看著這個 台灣政策法 這麼的刺激中共 難道他們就要不管 一中原則了嗎? 中國不會不耍嗎? 剛剛軍演玩的時候我看到了美國來這招 當然馬上就壓起來 國台判立刻表示 這很明顯的違法了一中原則 中共口簽決反對台灣政策法 畢竟台灣的問題是 中國內政跟美國問題的關係 都沒有 並且表示美國一點都沒有尊重所謂的 一中原則 那其實莫吉克很少都講到了 美國的一中原則 應該說美國一中在策略跟中國的一中原則 其實就是看得出來 美國在外文字遊戲 美國一直搞一個很模糊的空間 他並沒有百分之百接受 百分之百遵守 中共所擬定的這個一中原則 他並沒有 不過 美國真的這麼大膽 完全不共一中原則嗎? 其實也沒有啦 美國多少還是有點忌憚中國 真的 這個法案推出來之後 他們會跳腳 剛上次介紹的這個法案 在經過參與會22名的參議員討論後 他們所通過的台灣政策法 其實是有稍微微調的啦 這個微調部分 多少也會看出美國還是 稍微給一點尊重 不敢隨便跟中國要開幹的樣子喔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 微調後的台灣政策法 跟原版 哪裡不同? 第一個就是上次講到第一點 明明通成台灣代表處 改成台灣辦事處 代表處換成了辦事處 不過台灣這兩個字依舊存在 那這個也改成是 建議也不是直接去執行 畢竟直接執行了 那真的就是 台灣很明顯就是一個國家了 這個微調啊 美國還說得過去 再來就是以處主任的任命 要經過參議員的認可 因為如果要經過認可 那就等同於我們是邦交國的關係啦 所以呢 要把這個需要參議員認可的條件去除掉 還算是合理 中共可能比較難接受 畢竟美國不跟我們進交 卻一直要進交做的事情 就很像男生今天跟女生沒有在一起 但是就像最後一壘一樣 再來第二個微調項目呢 就是 把主要非北約盟國的地位 取掉 原本是把台灣定位為 主要非北約盟友 後來改成是 主要非北約盟友的方式 對待台灣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台灣不可以變成 主要非北約盟友 但是我們美國會用相等的方式 對待你們台灣 換句話說就是 你不是我女友 但是我會用對待女友方式 對待你 真的一起來也是有點 喔 美國人 也是挺會玩文字遊戲的 也是挺會搞這小動作的 雖然不是直接了當 把台灣定位為這個位置 這個高度 但是有種比沒有好 至少我們台灣會得到相同的待遇 再來第五點 制裁的微調 原本是說到如果中國對台灣 弄得太過火 美國會制裁中共的高層 最高到習近平 微調後的項目呢 把這個 習近平去掉了 這個也是可以理解 畢竟呢 中共 或中國 整個就是 習近平好像是 不可侮辱的一個 皇帝 我們領導人 我們主席 不可以隨便攻擊 不可以隨便 評論他 不像我們台灣 蔡英文說幹就幹 馬鞭九說幹就幹 那有建議弄這個 習近平可能對中國 中共都太刺激 所以他們把這個給拿掉 OK了 OK 看起來美國的確是對中國 把有一點點的Respect 他們還是盡量依循著一點點的一中政策 相關的政策 在微調法案 雖然說後面被微調了 不過至少我們台灣 有一下被微調過的法案 對我們有利 那還是不錯的 另外還有一點被微調過的 就是 軍事領域當中剛講到的 45億美金的 被我們台灣的 軍事融資 改成 這45億 是 無償的 就是美國 支持我們台灣的意思 原本要錢 要還 原本的這法案 不是說我們直接45億 傻給你 不是 但現在這個呢 概念就很像是了 45億美金的 軍事資助 直接送給台灣 如果通過 微調後 正是通過這個版本 那應該就是這樣 只是呢 他應該不是直接給錢啦 就是 相對價值的軍務 可能就 給我們台灣 剛剛只講到 4年45億的軍事融資 後面還加了一個 就是第五年 提供20億美金 作為軍事用途 規劃在2023到2027 總共 提供上述所提到的總和 會有 15億美金的 軍事資助 所以呢 這 價值的總和 又更提高了 20億美金 從這裡可以看到 之前很多人一直在說什麼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烏克蘭家都沒有美軍援助 你台灣到時候跟中國打起來 美國也會幫我們台灣的啦 事實是這樣子嗎 其實不是 事實就是 烏克蘭現在就算在水生活人當中 還能夠跟俄羅斯打的有來有往 其實美國在背後幫助了非常多 那從這裡可以看到 美國在把台灣視為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盟國 不可能輕易讓台灣 丟掉送給中共的啦 那不 過 就算是 維條後的法案 他可以順利通過嗎 嗯 現在 寫得好聽 講得好聽 但現在美國正面臨選舉的壓力 到時候每一個大眾做可能都會影響到不同層面的支持者 甚至擴大到國與國政的問題出現 不過 在整個美國當中 抗中是主旋律 呵呵呵 如果是 歐巴馬時期 這個法案是絕對不可能通過的 太刺激中共了 但是現在 從 川普開始 到現在的 呃那個誰 呃拜登 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都在比 誰更抗中 所以我覺得這個法案 喔 通過的機率 挺大的 現在中美兩國政治角力 我覺得只會 越來越劇烈 只是呢 還是有許多 政府相關人員在擔憂中啦 甚至共和黨的財議員羅文敏一 他也提出了他的擔憂 就是 原本台灣的軍事援助 可以放在國防授權法案中 低調去給他完成 但下開場不夠的拿出來檯面上討論 這無疑就是跟中國在挑釁 希望北京不要因為台灣接受了美國的援助變得更強大 就要採取更激進的實體軍事行動 那又被美國的這個 台灣政策 其實真的是挺複雜的 然後現在中國的內政問題也相當的嚴重 他們會不會把內部矛盾外部化 透過外部的 像攻打台灣 來化解內部的壓力 噢 不能說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這會不會到底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總之 現在我們台灣正在經歷一個 非常歷史性的一年 我們台灣的空間呢 在這一年 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就讓我們靜靜看下去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不同的改變吧 好了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了 我們這 嗯這個法案挺猛的 今天這邊真的要按個讚 影片最後沒有墨鏡要提醒你 墨鏡哥最近已經開了各自不同類型的頻道了 鬼故事有鬼故事 那遊戲有遊戲的 之類型有之類型的 如果你有喜歡看的 特定類型的影片的話 那千萬不要忘記去訂閱這些不同的副頻道 以後墨鏡哥將來把這些不同類型的影片 發到各自該有的頻道去 以後就不會在主頻道看見了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趕快去訂閱自己不同類型的頻道 最終起來開鈴鐺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啦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好 好